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开始学画的时候是传统的中国画 后来改变变成全盘西画 但是因为看到这个图像表现派 把中国的书法都把它精神发扬光大了 而我们自己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完全不重视 那个时候我就一再地呼吁 在台湾我们应该把文化复兴运动继续地绑下发扬光大 所以这是当时我的一个感受 在我这个年轻时代 我听过《五岳东方》 我也读过他们的文章 但是我心里更关心的是武士运动 一个武士运动当中 为什么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这种 《十代变迁》里面最重要的美术 却在武士运动当中缺席 1950年代的时候 整个社会环境的话是一个戒严体制 戒严体制 特别是国民政府迁徙到台湾的时候 充满了政治上的恐惧感 可对年轻人来讲 他的生命充满了创造力 所以他们要冲撞这样的一种压抑的环境 1955年 十大之后 我们四年级四个同学 郭东荣、郭玉伦、李方芝加上我 说我们干脆一起去参加全城卫战 结果到最后三个人落选 一个人入选 那当时我们就很生气啊 我说我们这个话 比他们那个得奖的话都好得多 我们怎么会落选呢 我就建议 我说明年可以给四人联合画展 结果得到很好的批评 那老师也好 外面居然还有报道我们 说那个时候我们就在 廖吉村老师的那个庸和画室 开始检讨会 结果我就建议 干脆我们就成立一个画会好了 1956年就成立五月画会 然后到展览就叫五月画展 这种全盘细化的这种主张 它可以追溯到 在20世纪早期的 中国的武士运动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 新文化运动 所以处在1950年代 台湾的教育界或知识界 在资讯不够发达这种年代里面 如何重新去认识自身的传统 或者如何有机会到西方国家 第一手的去接触西方的这种文化 刘国松幸运的 他呢同时在这两个面向上面 他同时都解决了 这使得他常常能够起了一个 带头的一种作用 五月画会成立的时候 是全盘细化的 结果画到第三届之后呢 发现了抽象表现派呢 完全受中国书法的影响 那后来我就觉得 我们五月画会全盘细化 去模仿抽象表现派 不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我就提出 我们应该走中西合璧 不能够全盘细化了 你知道吗 当时大家都反对呀 那个时候吵架 吵到拍桌子 后来慢慢慢慢地 到最后大家都认为我讲是对的 所以我也1959年的时候 那个我就开始用油画来做东西合璧了嘛 我们讲说整个五月画会到1964年 是他的高峰期 整个五月开始慢慢地 就不再只是校友了 而是说刘国宗先生去加上了四海花灰的胡其中 冯中瑞 然后再加上韩湘林 那开始就用所谓的这个抽象水墨的概念 其实这个你也可以讲说在台湾 水墨的现代主义 其实这个里面是有一定意识的 虽然他们没有标榜这个是所谓现代主义 但他们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一种有现代性的 就是有区别于传统 这是杨敬峰参加五月画 参加五月画展的教授 对 哎呦 这是小火 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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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印象 应该就是台湾所有的现代的思想 思潮进来 所以那个时候现在文学跟现代话 都是常常来往 这个很不容易 当时黄春明 林华一鸣现在都是大师级的 他们都是在林华一鸣支持出来 林华一鸣一直对现在艺术支持的不大 文学也很大 他对林华一鸣会的确认很支持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把它放到大历史来看的话 你会看见一个世代的人 刘国松老师 李仲生 还有向五岳画绘的东方画绘的画家 他们对台湾的社会跟台湾文化的影响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时代的传奇 已经在历史上有定位了 我们看到台湾的文化界有创世纪 有文心 还有年轻人扮得像笔会 而那个时代是影响了整个台湾现代的文化的风貌 以及它未来的文化的走向 就这个办公室 我们就住在这里 在这里没住多久 就有新宿舍 这个是什么的衙门 对吧 就是 那个时候 玉天聪呢 他就找我 说你帮我编这个笔会 艺术方面的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跟玉光中先生呢 也是因为编笔会认识的 那时候我们住在植物园里面 五月花会常常就在我家开会 也有好多的文艺学界的人 来我家 所以每一次他们来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吃他做的菜 所以这个画摆到这里 我们两个人就坐着 就蹲着坐在这个地上 那是很大的画吗 很大啊 一人多高的那个油画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创新发展中国文化的一个气势 所以各行各业的都有创新的那种理论出来 都是互相支持 所以当李老师在讲现代水墨这个时候 台湾除了有些人艺术家主张的艺术现代化之外 别忘了还有所谓的建筑的现代化 包括了像王大宏 像这个玉光中他们所主张的现代诗或现代文学 现代音乐许常会等等的 他至少有好几个重点在当时台湾同时中发生 刘生老师他自己就亲身经历过的这样的一种阶段 所以那个时候呢 自从五月画会正式成立之后 东方画会也成立了 现代版画会也成立了 目前梁就主张啊 我们成立了一个现代艺术中心 应该全省来发展 到最后呢 就决定请杨英峰做这个现代艺术中心的主任 后来呢 把全台湾的现代画会啊 来一个联合展览 所以我就找这个历史博物馆呢 策划了一个展览 结果忽然间听说秦宋的话 说这个画里面呢 有个讲字 而这个讲字是导过来的 它说有导讲的这个思想 你知道那个时代的时候呢 大家都非常紧张 结果就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就临时 在植物园那个草地上 开一个临时会 就决定 我们去找美国新闻处 搞洋状去 一直到又过了好几年 张洛言忽然认想 他说你们知不知道 他说秦宋事件发生第二天 他我就去见了蒋经国 就解释说是 你们这个是新旧派之争 跟政治完全没关系 结果后来蒋经国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是专家 你讲的话我相信 他叫他们以后不要乱搞了 我们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知道 原来是有人救了我们的命 我们搞现在没有一个人不被这个传统的打压 结果后来就是徐副官 他就写了一个现代艺术的归曲 结果我一看 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了嘛 这个很严重啊 结果我就问他 为什么把现代艺术画给敌人 结果他就来了一篇 所以我就跟他两个人打屁仗 所以结果呢 于云智先生就发起艺术系列的老师 一起加入五岩华会 来抵制这个徐副官 你去讲一批年轻人说他为共产党开路 当时那个是要杀头的咧 好 没有人敢讲话 刘国松跳出来 为什么把现代艺术画归给敌人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执着的 也是他的勇敢 后来1962年 尊多池老师啊 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 到美国去访问 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推荐我们五岩华会啊 到这个纽约长岛美术馆去展览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名誉 在丽世博馆展览 长岛美术馆国内的预展 保花城跟我非常要好 所以你看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 用了一本画册 那个画册整个的设计是他帮我设计的 这阁就是这安排剁時間 你们来第二天 开始了 我们学了 我们学第一次的概念 了解 四点拉高的话 就是说1949年国民党政府 不仅带来了故宫的这种国宝 同时有一大批的牛王学生 像刘国冲先生这样子到这种台湾来 他们有趣的是 他们之后他们反而衔接了 就是说林峰眠 他们这些刘欧的 中国早前这些艺术家 他们对于西方 跟所谓的这种现代艺术的 这样一种衔接 或甚至最后就是刘国冲先生 他跟四海话会的几个 那他表面上看起来是 好像要隔中风的命 用这种方式 好像看起来是一种极端的对立 但是用这种反传统概念 他就接了一个西方的戳向表现 然后跟传统的这个山水 去做了一种结合 那我觉得这个 你可以讲说 它是非常现代主义的一种 一种创作概念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五四运动这个美术的复兴运动 是不是在台湾 把它补上 那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口号 我说模仿心里 不能代替模仿旧里 抄袭西洋里 不能代替抄袭中国里 我就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要把中国的绘画 应该把它发现过呢 我看过去的那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